2018年3月3日,钟丽提和老公张伦朔亮相上海机场,两人情侣造型十分登对。 钟丽提穿上破洞裤和老公的牛仔衣呼应,紧铃又显瘦,两人铁蜜牵手秀恩爱,姐弟恋令人羡慕。 现年47岁的艺人钟丽提育有三名女儿,于2016年与内地男性张伦朔结婚的她,扬言希望今年为老公生个狗宝宝。 钟丽提趁新年假期与老公,两个宝贝女儿及老颜奶奶到日本重生旅行,大吃大喝见购物,今次更是张伦朔首次去到日本。 由于当地天气寒冷,钟丽提穿上臃重的羽绒大衣,一度被误会怀孕,她笑言我不是有孕,只是这件衣服比较蓬松。 但我希望今年可以生个BB,会努力,是否因为老公是独子,所以想为她延续香火? 不是,我自己都好喜欢小朋友,而且我最小的女儿都8岁了。 钟丽提大赞当地食物美味,连四个月前开始如苏的她也忍不住破戒,吃了少许肉类及海鲜。 她说平时天气冷我不会吃雪糕,但因为这里的雪糕好可爱又好漂亮,我忍不住要吃呀。